好滴 壓力大樓 好髒的 髒髒嗎 真的好厲害耶 妳要做什麼 我今天要做的是 巨大湯勺的章魚燒 我先介紹一下這個 無限的第一經驗本 要有兩百八十顆 加上兩顆全蛋 要往出貨解 把出貨解發明的 妳們上次被我做成功了耶 對 做成功了 妳就只有一個這個耶 對 妳做一個湯勺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我知道很多人 會特別到日本去帶那個章魚燒 對 因為章魚燒 而且其實那個還滿重的耶 就是這樣扛回來這樣子 當然它可以做很多 但我沒有那麼專業 所以其實用這個 然後打發小朋友剛剛好 對 然後意外的時候 又好玩又好吃 對 那我現在開始要做了 我現在不在哪 對 我們在哪 是大吃 對 好棒 好棒 成功 好棒 謝謝 謝謝 手機都很碰到 這個刷匙的 然後 我想請問一下 像這一根 這個湯勺有特別需要什麼食材嗎 我建議就是你買的時候 你要注意那個材質 是不是 食品級的不鏽鋼 是 那0 4 3 1 6 都是屬於食品級的 比較安全的 對 有些它就寫 高級不鏽鋼 那你可能不是拿來食用 那你又加熱的話 可能就會有一些 食用場的感覺 這個其實 我以前我以為只要是鐵的 然後就可以進去加熱 那天我婆婆在跟我講說 她說就我們家一個鐵碗 她說你叫我不要拿去蒸 我才終於打破這個迷思 我才知道原來真的有這麼多鐵 是不鏽鋼 你們家的 一定很熟悉 就要開始吃 對 一定要加 妳先把油加熱之後 然後再把這個 低筋麵粉跟蛋放進去 對 然後 不放滿 把麵糊大概放8分 不一定放全滿 因為要放東西 怕它會滿粗埋 對 放兩片章魚 還好你 不夠嗎 那再放一片 這樣已經滿了 然後再繼續烤它 然後這時候海星跟小朋友 來 我們撈一圈 不過這個小朋友在玩的時候 要注意一點 對 爸爸媽媽就在旁邊 對 對 它開始有一點 邊條的部分 因為旁邊已經有點感覺熟了 就像我們煎蛋糕的感覺 它被整個移動了 我剛好看到它在 有耶 整個耶 它中間 它外面有分離的感覺 對啊 也有分離的感覺 魚人 魚好強喔 要到一半的時候再加一點 要到一半加一點 對 然後你可以再加一點料 好牛 它真的會耶 而且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這裡的顏色 好漂亮喔 對啊 它這裡顏色超漂亮的耶 這樣才好強喔 這個半圓形 好強喔 沒有再加料了 因為會不會太多了 不會 然後這時候你要讓它蓋住 就是把這個手的部分蓋住 把它翻過去 對 就表示過我那個手工 是繼續的 你成功耶 大概大概在以下下 讓它烤熱一下 對 你們今天好強耶 對耶 速行其實很難 很厲害耶 我可以考一下 好 你可以考 那你小心一點 手會燙嗎 倒是還好 你就是抓一下 當一邊旋轉感覺 要變粽子了嗎 對啊 一顆大概就五分鐘 差不多了 真的很快 因為這邊好像很快 好期待喔 你成功了 我的天啊 很漂亮 好漂亮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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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妳的感覺好強喔 很強耶 還不美 妳要穿了一些 我那麼累耶 對啊 而且就很漂亮喔 你可以看它有焦焦的感覺 然後又沒有太焦 這個愛情才會越少 為什麼要弄什麼的 加上菜一片 那一片然後那邊 然後那邊的醬油醬 或是待會兒想要吃一些 哇塞麥的話 加進去 好多喔 或者是海苔粉也可以 好強喔 所以大家現在手邊都有對不對 有喔 我們來試吃看看 來 好強喔 這個很漂亮耶 好棒 來 吃吃看 而且其實你料用得很豐富耶 它就沾很多耶 對 真的 對啊 好吃 早上沒有太早吃早 這個月 都吃燒魚燒了你 對 是不是好玩 看早餐的 其實跟各位 會煮菜的爸爸講的 你知道 真的放手 對不對 不是 它不是指小孩 它是指老婆 真的 真的好吃 但是是好吃的耶 對 真的好吃 而且我們剛才吃到餡料 真材實料 這樣子還可以做什麼變化 其實我們覺得這樣 已經很好吃了 對 其實我建議那個 如果是小朋友要吃的話 那個菜其實我們 可以先煮熟 再把它當成餡料 然後因為其實我們 剛剛加熱時間裡面 發現其實滿短的 所以我建議就是 裡面的餡料 就全部都是用熟的 可以直接吃的 像我之前做過 是做成雞蛋糕 然後它是鬆餅粉 鬆餅粉加那個牛奶 然後調成鬆餅糊 然後我就用這個去做 然後它做得一球一球 就像雞蛋糕的形狀 好好懂喔 很厲害耶 真的耶 撒基努有什麼話 想要跟老婆說 好棒喔 好棒喔 要我們帶來的是 蕃茄不用刀 去皮罰 對 像我們蕃茄呢 就先放進冰箱去冷凍 洗乾淨之後 放進冰箱去冷凍 它會有點 退冰的時候會這樣結霜 像這個的狀態 它就是已經有點退冰了 就是可以 好 三 二 一 就這樣 就這樣 好棒喔 妳以前很思考耶 所以冷凍也可以出皮 冷凍也可以去皮 而且超方便的 因為它就是利用那個 它吃過真的很困縮 然後破壞它的細胞壁 它是非常適合冷凍的 因為到時候它煮起來的口感 會比你平常的蕃茄更好吃 而且更容易入味 真的 我們現在就把它 稍微切一切 加一點洋蔥 洋蔥 妳現在要做什麼 蕃茄炒蛋 就是一道非常加強的 非常下飯 兩分鐘就可以做 對 而且我在家裡試驗過 其實真的 這樣冷凍過的蕃茄煮起來 我覺得會比平常的蕃茄 大概快一倍的速度 就省一半的時間就可以煮好了 因為應該已經破壞掉 它原本的一些 結構 對 加一點點的糖 一調味 就是讓它有點 酸甜 酸甜 有 蕃茄炒蛋豆的一點點 我還會再加一點點的水 因為等一下蛋 蛋下去的時候 它會吸它的那個水 然後這個時候 所以換句話說 我如果煮蕃茄湯的話 也可以用這個方法對不對 對 通理可證 然後像要煮那個 蕃茄肉醬義咖哩麵 也可以 等一下做那個肉醬 也是 你懂耶 對 對 因為這算是我們家的常備菜 我們還滿常吃的 那妳沒有加眼淚現在 有 最後再加 最後再加一點點的 最後再加 我想把那個 薩茄乳的蔥花再來炒 對 其實這樣子就可以了 就OK了 開始燙開 兩分鐘的番茄炒蛋 而且其實很酸耶 感覺很想要讓我翻拌來配它 對啊 我最好奇是那個番茄 一定要吃番茄 口感不知道怎麼樣 因為那個皮的口感 就會差很多 有皮的話吃起來 口感沒有辦法 對 感覺怎樣 我覺得它 而且有沒有覺得 煮的時間其實真的滿短的 口感非常非常不一樣 非常不一樣 怎麼樣的不一樣 如果今天 你不是這種冷凍鍋的話 那個番茄咬下去不會 然後那個整個番茄的汁會噴出來 對 這是很紮實的搖桿 我推這個東西我覺得 對 而且要減少你做菜的時間 對 省時省力 安晴老師 剛剛一來媽的這個秋刀魚 還有現在的這個番茄 你覺得還有什麼改變的空間 還是已經完美 其實像那個秋刀魚 有時候你退冰退太久 它很容易軟 那你在用吸管去去那個魚骨 的時候你發現它很容易歪掉 那我會見你就是讓那個魚躺著 躺著 然後它就不會玩起牛巴 它的脊椎 它脊椎骨是直的 那你去骨頭你等一下從頭的地方 穿到尾部 它才會順著它那個魚刺魚骨的方向 才可以整隻去掉 對 減少失敗的機率 對 那剛剛那個番茄呢 其實像因為番茄它淋很多水分 那你冷凍的時候 就是把它的那個細胞壁都拔破壞掉了 所以你在煮的時候其實很快速 對 那我自己的番茄炒蛋呢 其實不用切 不用切喔 整顆 換工喔 其實你冷 像我自己的習慣冷凍 就番茄你回來 有時候便宜的時候 你可以多買一些 對 那我回家就是洗乾淨之後 就一顆或是兩顆 一份就放在塑膠袋裡 丟冷凍 那我要吃的時候 直接拿出來退冰 那你大概退冰 大概十五分鐘之後 你會發現它整個是軟爛的 對 而且你是在塑膠袋裡 所以你根本不用切 捏捏捏就好了 喔 捏捏 對 它整個 更省力 它整個水分啊 整個它的果肉是軟爛在袋子裡 你稍微捏捏 那個皮拉就掉了 那你就整個丟下去煮 快你要煮湯 對 你煮湯 然後你要煮像草番茄 或是煮什麼義大利麵醬 都很方便 喔 很厲害 媽媽真的都會沒有說 是嗎 是 我的學校也都還傻傻的 今天是我的媽媽 把她的那個強項都拿出來了 大家辛苦囉 大家好 支持看這些媽媽的分享 記得要整隻收看媽媽媽 想記得讓妳也收看我們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掰掰 掰掰 很好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妳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ah OK 好嗎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